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道家慈航为台帝 万千万生来朝礼 共转世界永何平 三六天港南天来 其二天是天心海 五百尊者独祖林 五百尊者独祖林 好 那你这个整部经 就是最重要的是以天的经为主 它是一个启示救赎经典 它是一个旷证人心 修行养性的经典 再加一句 它可以因应所求达到疗愈的功能 不管是身体的或是心理的 因为信仰的力量或是怎么样 你要把这种东西 把你的亮点 要把它给写出来 因为你真的做了 那你为什么不加呢 好 那我大概 大概就是有一些细节的 那我觉得你结论还是回去那个啦 就是说你是一个医术 但是你能够配合风水 然后这个跟你这个行医者的个人的信仰能力 还有那整套的仪式效果 包括你诵经 然后你称名 这个都是有效果 那因为我们知道中医里面 其实有一颗 就是皱油树 对不对 中医不只是给你开汤药蒸 还有一颗皱油 就是说心理的这个作用是很大 对 那皱油其实上就是 跟中药有关系嘛 你也可以这样提上来 就是说你用现代的机器 而且SPA听起来是很爱美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你要找的就是皮肤病 非常有趣 就是说去那里的女孩子 可能也比较爱美一点 还是没有 我不晓得 反正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因为古代大概不会有SPA 对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讲的是现代这么简单 我去弄个SPA 我都可以治病 而且要遇到你 要遇到有信仰的这种SPA的主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又可以把行业 你这个爱美的行业 你又带过去嘛 那我们性微信身教是越来越漂亮 还是越来越丑 越漂亮嘛 所以你做的是漂亮的行业 然后你有这个信仰 然后皮肤 我觉得这个整个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宗主他所讲的 这个风水是可以适合各种情况的 那是有效应的 那我就每一个人的个案研究 在你那个本行提出你那个 然后因为你有新的概念叫做风水 然后进来之后 你去操作之后 你觉得很有效 那个就是你的人生的验证了啦 你就不用把它加在题目里了啦 OK 好那就是我对你这篇文章的建议 好那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所以呢我们先开放好不好 我们先开放个 开放个问题 开放两个问题好不好 或是三个人 风平脸三个问题 好不好 来请大家 请问语言达法师 当我们驻家风水落不如法的时候 念风水真经有什么功效 谢谢苏华师姐提出来的这个 风水真经的功德力 其实刚才我们那个士隆讲师 这边有讲到 我们人在讲话 是会有真气 这叫无形无相 我们看不到 那就是能量 其实每一部经 它都有一个能量在 南无阿弥陀佛 师父他们已经有 已经通了 你当你念那句咒语的时候 念那句佛号的时候 其实它有这个功德力 它是有一个能量 那坊间很多科学都也有证实 包含我们在对一个水 有没有 水在加持力的 念 噢 妈咪巴咪 哄的时候 那水的 日本的也证实了嘛 那个会产生一个水 那个结晶体 它是很漂亮的结晶体 就像我们对人讲好话的时候 结晶体就是很漂亮 可是我们当我们人 对人讲坏话的时候 那结晶体都会变臭 所以你们回家也可以测试 你们对你们家的植物 你好美你好漂亮的时候 它会长得很漂亮 所以任何一部经 都有它的功德力存在 最近我的学研 就是碰到家里 非常非常的不如法 那我依师父所传的 两桶水 可是人都很多的业力 两桶水要摆 连两桶水要摆 摆在哪个位置上面 都有问题 而且还会什么 他说 法师父我这个如果摆下去 我还会跟我的女儿 回来会闹 吵架吵不完 所以说你有需要 妙法给人家的时候 那个功德力如果不够的时候 他的业障 业还没消的时候 不要说放水 连放水都困难 更何况说要练一部经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们那个 惠林讲师有讲到说 天德经里面很短的一句话 可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就是在经典 如果能了解的时候 风水真经 其实是真的是可以改变 我们家里整个的磁场 改变我们家里的磁场 那尤其师父也有开示过 风水真经 如果生意不好的 在早上卯食的时候 来送风水真经 然后记得送完之后 能再加上我们要化金子 来供养荣天护法神将 那你的生意就会好转 所以其实当风水真经 这个经典 其实在启迪 其实就是 它的功德力 是让我们的人量发挥出来 所以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送哪一部经 其实都它有了功德力存在 这是我的见解 以上谢谢 谢谢 很好 赶快挖宝 赶快挖宝 因为我实在是就做一个文字的 在那边解读跟结构 那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一些修的 然后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点 可以继续发挥这样子 但是 但是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一般人在诵经的时候 都不晓得为什么 对不对 在不管是求 送神 送天师名 送佛的时候都不晓得 那你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 互相引用 就像刚刚讲 互相引用 你可以引用同学的解释什么的 这个很好 因为大家讨论的问题好像都类似 大的疑问可以互相引用加强 然后你们就会有X案 B案 A C案 然后可以可以那个 最后我们剩下时间都给他们三位 谢谢 分享一下 因为我那个疫情的时候用意 关轨动得超厉害 我跟我弟讲 怎么办 中正万华区 关轨动得很厉害 我弟弟 不到三天 他就请人家把我 所有东西全部搬回大西 造成我非常不便 但是师傅要我在大西 红华 开课怎么办 我去拜访人家 他们说 你不要叫我上京 我记得读 OK 我就跟他讲说 没有关系 你儿子是不是要考试 他说对啊 对啊 要考试啊 可是他不可能念你们的 那个什么文昌王 不可能啦 我说没关系 你圣经喜欢哪一段 他就跟我讲 第几页到第几页 我看一看 我说OK 这个是正能量 那我那个 我把文书 三二六的文书 我就给他 我说你每天早晚都要念一次 用那个码表 就是念你喜欢的 那个圣经的经文一段 那你就写第几页到第几页 就是我们写天德经的几部那边 结果他念了半年 他考上了 什么学校呢 国立大学 所以他跟我讲说 我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 我可以上你们的课吗 我说当然可以啊 我们这边是任何宗教都可以 所以我建立 以后你们红华的话 不要说 基督教天主教没有办法去 那个 因为其实 我们既然是鲁士道 还有融合那么多妙法 我们就善用善解 祝福 在座的法讲师 你们都血缘满堂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的题目 其实像主持人在跟我讲的话 我可以从里面提 拉出很多来做一个题目的一个延伸 有相当多的可以做延伸 那今天最主要讲的话就是气跟气 所以我会讲真气 就是原来他本来具有这个真气跟这个气 那刚才这位讲师所提到的 请原达法师他所讲的说我们念经的话 那对于有什么功用 有什么用 会不会有什么特效 那师傅在这个宇宙 这个凤水宇宙观里面他就提到了 我刚才也有讲到就是说 我们念这个经典的时候 经典的气与气的关系 最主要是他这个 我觉得念经的跟这个真气 跟这个空气的关系是什么 你念经 他念经你所要的意念 那一个精髓就是真气 那个就是真气 那你的动作以后 你在念你这个口中传出去的 这个让空气在动的话 这个在动 在让整个空间 它弥漫的时候 你想象的这个 弥漫这个空间来影响 这个周围 让这个整个来改变 所以风水真气的话 我们常常念的话 我们会让我们周围的这个 真气所表现出来 会在这个空气的流通 让我们来弥漫 让我们改变 我们这个最主要的思维 我们的心想会改变 那改变之后的话 你整个你所想要的 就会改变 就像我们刚才说念佛 他的真气跟语气 这个空气之间有什么关系 念佛 为什么念佛 那个希望极乐世界 它就是一个真气 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真气 那我们念佛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不安的心 我们把我们想要的东西 都设定在极乐世界 那个真气 然后我们就一直念念念念念 会想尽办法到达彼岸 这个就是空气这个过程 这个会流动的都在弥漫 这个就是这个空气 所以我们说念佛 或是说诵经 它的意义是什么 要利用这个真气 跟空气的关系 来影响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想法 我们周遭的这个气氛 来改变 来向善的这一方面来做 就这样跟各位来分享 谢谢各位 当然这个 这个真气跟空气 一个好像是能量 后面那个空气好像是流量 会把那个能量给带出来的 那个流量的那个动力 当然是很好的 就是说等于是 它现在用一套的 就是你的实践 就是你的身体 你不能只想嘛 对不对 不能只想嘛 你要诵经 你要发声 然后你要有身体 有时候还要有跪拜 参加仪式嘛 对你有身体制造的那个 流量的一个动能在那边 所以这是它对于 就是这篇文章 它的一个分类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分类的方法可能 跟道教啊 或者是传统的那个什么 一经可能不太一样 它比较是具有现代的具体实现 尤其是由身体去具现化 体现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所谓的 真的那个 无的那个意义在里面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就说你们其实都在创造自己的一个权势系统 你们并不是很静态的就是一个单方向的接受宗族的一个思想 一个理念而已 你们其实有在实践把它套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来 那因为各位都是有各行各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实践的一个层面 所以我觉得很多论文都可以朝向这边来发展 那积少成多 积少成多 也会变成一个跨学科的一个诠释的方法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要忘记主词 当你在讲这个真经的时候 是宗族他在教导的 是他透过这个鬼谷子 王财老祖他所得到的 所以他有一套 他得到了这个 他的目标主旨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主词就是你 你在写的时候 你要写出来说 这一套 为什么我请各位说你的每一个经典 或者是宗族讲的话 你要加注脚一样 就是那个是他讲的 然后你感觉怎么样 你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解的一个case 这篇文章是你写的 所以那个主词还是你 不会是宗族替你负责 所以你的第二个我 就是我在解释的这个系统中间 这个还是要 就是我们的学术要求 要不要清楚 然后你立己立他 你帮助了谁 那那个人他是怎么想的 那个人他体验到什么 那你在描述他的体验的时候 那个主词是他也不是你 所以这为什么你们要去透过这个什么风水补挂 你们要透过口仿 来了解他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在写文章里面我觉得在 尤其信仰越深的人可能常常会觉得 就是说我就是 整个宗族讲了我的造作就好 可是问题你不是宗族 宗族又是你 你的职业跟宗族的这种 他的宗教事业也没有那么相似 就是说你们在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在发展 你们作为实践者信仰实践者 你们也是在做一个研究 所以不要介意的把自己写进去 但是要标明主词是谁 这个是我对大家的一个说法 因为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我们不晓得站在我们肩膀上的是谁 我们下一个要搭上去的也很难 所以主词 这是我给大家写文章的一个建议 主词很重要 因为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错过甜点的关系 这边真的是招待的很好 身心都被照顾的很好 谢谢 那我们就这场就圆满的结束 好吗 好 中午好 学术讨论会最怕的是碰到中午的这一场 不过这一场呢 三篇几乎都跟道教的精华 过去呢 我们所谓不死的探求 现在呢 就更切实际点叫做养生之学 养生之学 很难得 很难得 这一场的几位呢 都是针对道教的养生之学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很好的发展 那今天呢我们有三位 我这个先大略的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郑汉山 他是我的学生 他针对两宋之际的道教神话叙述跟信仰体系 他有比较一个新的看法 单篇的paper 我觉得他在这个领域的部分 他可以说有一些新的发展 我觉得他这一篇应该也会提供给大家一个想法 第二篇是 我同中啊 李永达博士 他是针对王冲思想 对魏晋道教兼学理论的启迪 以这个论行的道须跟这个报复子的论先为中心的讨论 刚才我跟他聊天 其实我知道在香港他做这份研究 因为我当时博士论论起家呢 也是从这边入手了 但是呢那时候的条件啊 源源不足 我刚才跟他聊过 我也了解这个领域啊 还有很多持续发展的空间 李博士呢 我相信在这一篇里面 他有一些新的见解 对于当时我们所做的 王冲跟各洪 或者说顿恒跟巴布子的关系 他已经透露他有一些新的看法 我觉得这应该的 因为这样的研究已经又经过了将近三四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我觉得应该要有突破 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看看 听听看这个李博士他的新的突破 这个议题还是道教思想史 道教文化史里面的一个大问题 我相信呢 等一下呢他有新的突破 最后一位是我隔壁的 你的那个中文名字是当时明修是怎么许的 因为因为他用了一个他的名字很有意思 我最近一直在注意关于持这个观念 他说持明修 所以你的你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取的 就是别人在中国把握去的 哦哦哦哦对对对对 那他呢这个对于这种 他有个他的课题题目叫无中生有 学术想象中的阴凉丹法文本与虚构的历史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道教的文本资料方面 有很多的丹经文本 事实上又套一句话 尽信书不如无书 事实上这里面的资料的使用 其实做丹道士的人都知道 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我相信他这一篇啊 从他的这要可以看得出来 也有一些新的看法 所以同样的一个课题 在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时空条件之下 很多新的课题会有很多新的发挥 我想今天的下午的这三篇啊 几乎都有同样的情况 所以我很高兴啊 这新的世代啊 在道教的议题方面啊 有很多新的突破 我想今天的这三位一定都非常精彩 好 那我们就先从那个郑教授开始 好 请 谢谢主持人李老师 李峰茂教授李院士 这个对我们三个非常 这个 非常热情的这个介绍 那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 那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好像流行在讲话的时候 咳几声时间就会过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咳几声可以把20分钟拖过去 但是还是要把握时间啊 我想我这个题目是这个在长期的关于这个领域从 道教的魏晋南北朝隋堂一直到宋代啊 宋元这个这个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 长期观察的一个题目 那尤其我们有组一个道教的读书会 我们这些道教的同门啊 同好啊 针对一些随堂送源的一些道教经典呢 我们有提出一些观点问题跟讨论 那这是我们这个道教读书会呢 长期凝结的大家共同的一个观点 那我要讨论的是涉及到说这个从水堂到两宋时候的一些 道教内部或是道教外部的一个神话的发展 那它对于颂元以下的道教信仰的体系 特别是神明谱系的建构 神明的建构 它其实产生一种促进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此 是